今天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这个季节在台湾有数一数二 漂亮又健康的好食材 一个是我左手边的洛神 这个洛神花不但漂亮 而且抗氧化 那医学还证实 它对抗这个现代人的心血管疾病 有具体的功用跟成效 那另外一个是我手上 这一盘也是非常漂亮的金针花 在市面上有的时候 你买得到的是新鲜的食材 有些时候买得到的是干货 那金针跟洛神这两个美丽的食材 到底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都会一一 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翔医生 你们刚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素卿 大家好 好 再来是营养好朋友 许琼月 大家好 好 再来是人妻好朋友 曾亚兰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养生好朋友 王民勇大哥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柯俊年师傅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树青 这个时节真的金针洛神 两个开花都超美的 金针花也是超美的 那这两个食材是台湾少数独特 不只是美丽 实际上健康营养的价值也非常大的食材 没错 这两个食材 可以说我们是后三双饱 因为每到他们季节的时候 要先去就是四诞三看金针花 然后这个时候也刚好可以吃洛神花 这两个特色是 他们也都是花很漂亮 然后吃起来都蛮好吃 可是他们两个可以说 一个顾你的精神 一个顾你的表面 为什么呢 比如说金针花 其实在我们的俗称叫它忘忧草 那以前会有人讲 那个母亲的宣草也有 那它很多人都会认为 它可以补铁或补血 事实上金针含铁量并不高 那比较高可能 它晒成干之后的金针的花干 金针材 那金针材呢 即便是这样金针材 100毫克里面的含铁量 大概是3毫克到7毫克之间 所以相对也不是非常非常高铁 不过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能力 大家看它的颜色就知道 它有很好的这种多分类 所以在抗氧化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会说它忘忧草 有可能是 当我们抗氧化能力比较好的时候 对我们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人 可能会有些帮助 所以他们觉得可以帮助他忘忧 那至于洛神呢 洛神就帮你顾外面了 你刚才当你忘忧之后 洛神让你漂亮 之前那个王静坤老师 他们去研究团队去做什么呢 就是如果常常喝这个洛神花 制成的水洛神水或吃洛神 它是皮肤真的比较好 第一个他发现那个防皱的能力 可以提高五成 那饱水啊 然后的能力也可以提高一成五 所以呢此外 除了皮肤上漂亮之外 发现心血管也好 他发现心血管 因为你想嘛 你脸Q弹你的心血管也Q弹 所以心血管健康也有帮助 当然大家看最多洛神 就是他有关于保护肝脏的研究 所以这两个呢 一个帮助你心神上的安好 一个帮助你皮肤跟心脏都好 所以两个后山双宝加起来 这个秋冬呢 就可以更健康 真的请教一下洪医师 洛神是真的有对抗心血管 跟抗氧化能力的好食材吗 是 没错 其实这两个食材真的蛮神奇的 我们讲说常常 漂亮的食材都有毒 我们讲说又漂亮又健康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不多 那我们讲说洛神跟金针 就是里面的代表 我们一直在讲说洛神 事上洛神我们设的那个研究 对洛神做的比较透彻 洛神花引进台湾大概在日据时代 那时候我们由新加坡这边引进了 那最近事实上很多 尤其是那个中山医学大学 对他做了蛮多的一些研究 那主要的研究都在那些 他们先做那个白老大白鼠的实验 他把白老鼠喂了很多那种 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喂果糖 让他变成一个胖胖的高血脂的老鼠 然后之后吃这个我们讲洛神花的一些萃取物 发现他可以降我们的那个胆固醇 还有一些是坏的胆固醇 可以降的蛮低的 那接着他们发现这个研究之后 他们再继续做那个大白兔的兔子的研究 一样有这种酱酸甘油脂跟胆固醇的效果 那除了这个酱胆固醇 事实上他的抗氧化 我们看那个颜色有没有 你只要看到这么鲜艳的颜色 那个植化素一定很高 那种这种是要做多分类的 类黄酮 事实上他贝塔胡萝卜素 维生素A 维生素B1 B2 还有他的铁 他的钙 事实上都很高 那我们讲说对于一些现代人 这些高压的生活 事实上他是很有帮助的 那另外一个 我们的主角叫金针花 那这一类的 其实他一样 他里面的那些植化素非常多 他里面的那些抗氧化素 像一些多分跟类黄酮 他每公克可以一个 多分类可以高达8.8毫克 然后那个我们讲类黄酮 可以高达2.92毫克 这个数据事实上在我们 我们的那个研究上 对抗氧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尤其是一些 我们讲一些淡氧的一些自由基 他们用新鲜的这种金针花 对于这些自由基的一个移除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讲说 事实上他不只是一个 很棒很棒的一个食物 对我们一些女孩子 一些美白排毒 事实上都有效果 那我请我右手边三个来宾 跟这个树青一起出来 刚刚讲这个金针花跟洛神花 都是美丽又健康的食材 不过柯老大 金针我们今天 这个有找来新鲜的食材 很难得在这个季节 可以找到新鲜的 因为是刚好这个月份可能还有 不是不是 因为金针是在九月份 九月四月 就八月九月的时候是最好的 因为刚好那个 他刚刚讲的六十十 还有那个刺客山 那边我很熟 因为我在那边教他们 所以他们还有一些 这个新鲜的金针 那有的时候我们常买到的 反而是干货 对 我跟你讲一般干货来讲 大概你市面上看到 这两种颜色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 就比较咖啡一点 对 那其实跟它有没有熏流 什么其实是比较无关 那我们现在这两个来区隔来讲 就是有可能就是这两个都是属于室内干燥的 对 就是不是属于晒太阳的 晒太阳它更黑一点 对 晒太阳会更黑一点 对 可是这个颜色不一样 你看它的 对 一个带红 一个是有黄色 第一个我们在挑的时候 我跟你讲 挑的时候尽量就是不要挑那种燕橘色的 燕橘色的有可能就是 它有一些不该放的东西 那现在因为台湾的检验很多 它上面会注明就是说 我无流金针或什么样 你就去买那一种 然后再来就是闻 闻嘛 你那种批发市场你就可以闻嘛 它就是一个金针的味道 它就没有其他的味道 它没有二氧化的味道 这个也是 而且这个有点像茶香 很香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跟百慕丸一样 为什么 那个很香 那个味道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主要就是它杀心跟晒的过程 这个已经有一个硬味的感觉了 但是你摸起来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比较糊 这个比较有点Q的感觉 比较软的那些是在头发的 这个比较 比较重的是室内干燥 就是滴温风干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硬味 这个好像水分还很多 对 这有点像那个好像做果干那种风干 对 但是各有利弊 这个容易保存 越干越容易保存 越不干的话保存时间越差 因为它会长霉 会发明或干嘛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那个水 你看我这个把它拿起来 我这个把它拿起来 它水的颜色 你这碗泡多久了 五分钟就可以 这碗是这个 它现在泡起来有点像红茶的茶汤色 对 对 这碗是这个 这碗是这一个的 有褪色是正常 没有流化物 然后这碗呢 也是一样 我把这个拿起来 一样有褪色 它也是有褪色 有褪色 所以相对就是说 我们教大家在挑的时候 除了纹以外 有一些你说塑胶袋放一下 不然你皮 对 回家你去泡水看看 对 就是会有这个茶色是正常的 正常 因为本来它会褪色 对 它本来褪色就是正常的 就这个颜色 如果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褪色它是有加色 对 没有 有褪色才是正常 如果泡出来 冷水 不要用热水 热水不准 好 冷水泡 泡五分钟以后 如果你拿起来 透明的 跟你喝了白开水一样 你就多洗几次吧 甚至烫一下 因为它一些流化 可能就是洗个两三次以后 再烫一下 它就会跑掉 好 那除了竞争之外 这个季节落神也非常漂亮 对 这个季节 可是因为今年 台风一直连续来 所以今年的落神 有一些地方大部分都被打掉了 尤其我们北部 中北部这边 它刚好 刚好那个九月多 刚好要开花的时候被打了 所以今年这个产量会比较少 像今天拿到这个 真的算很漂亮 就是它很厚 而且也越红 还有一个重点 你看这个里面的芯 连这个纸都是红的 对 你会发现要挑的话 你要挑这个成熟一点 看这么红就觉得花青树一定很强 对啊 除了骨肉红 它连芯都红 但你看有的会绿绿的 对 就不够熟 不够熟 所以大概要挑这一类的 肉比较薄 颜色越红越好 好 那美容大哥通常去这一个金针的这一个纸 是不容易去的 你都怎么去 其实一般很多妈妈都在背背背 对 其实但是你看 如果你外面买的 你看 它要很漂亮的干的 为什么屁股都有一个洞 对 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是要等下用我们这个看起来比较完整 就卖相 卖相比较好 对 所以一般你就用一个这个笔啊 笔芯 你就准备一个笔芯 把这个屁股这里来 我们镜头拍一下 从屁股这个刚好一个地头 对不对 你就把它这样套住 好 就这样子把它搓出来 这样 酷耶 这样它就比较完整 对 就一整朵就对了 对 所以你在家里那种这样 反而比你用剥的更快 而且这样会比较完整 像我买这新鲜哦 除了煮来喝哦 我都会把它这样子搓一搓 剩下的 趁太阳大的时候 对 把它晒干 大概四五天 对 就像晒像这样 对 所以晒干可以长成这样 对 我们就保存以后 没有的时候可以吃啊 所以 因为这两个食材 都是季节性很强的东西 它不是一年套 整年套天那种味 为什么你的晒干是这样 为什么有这种色 对啊 所以这个一样 跟金针花一样哦 像一般哦 当然这个有买到你要注意的 这两个有差啦 是不是晒过头 台湾本产的 这个是它大陆进口的 对 那当然不是颜色来分 因为你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用这种 现在有那种机器可以干燥 它急速干燥 它比较容易定色 对 那这个像我如果在家 我自己这样拿去晒太阳 晒了大概 五天到一个礼拜 也会像这样 对 当然不是说一定大陆都黑 不是 就是说但是你要注意说 一般大陆来 这种干燥的东西 它屁股没动 对 第一个 它是用剥的 你怎么那么聪明 它是用剥的 对 它都剥 你看 你看它都脆脆 它都脆脆 不像我们这样整颗 这么完整 你看 这都这样脆脆 所以它比较小啦 还有一个可能就品质上 因为你会整颗完整 你品质看得见 对 有时候就叩咕咕咕 有时候就我们讲 可能是刺激品 或者怎么样 你也看不出来 对 还有一个 其实洛神花是很容易发霉的 是 你如果整颗这样 你用做这个包好 你忘记拿来吃 你就要丢到冷藏冷藏 大概五天到七天 你就会发现开始发霉 会暖掉 会暖掉 水凶 水凶 水准很多 对 曬干 所以有时候 你看它水凶 你把它曬干 你也看不出来 发过霉 再曬干 有时候你看不出来 所以你在挑的时候 注意这种 尤其特别黑的 你要注意 注意干货要干净 不要发霉 对 不要有那个 不会发霉 有白 有白铺 有时候可能会发霉 这个就要小心了 对 那你看这个很完整 就不会 看不出来 漂亮 真的 所以在挑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一点 好歉我们刚刚吃 米用大哥这蜜餐好好吃 对 对 所以很巧 这个就是用新鲜的来做 对 所以等一下 我们再教大家怎么做 好 谢谢我们来宾 谢谢 好 接下来亚兰要分享 非常推荐大家这个季节 吃的金针花煎 然后我今天做的呢 不是大型的煎饼 我今天要做的是 可爱版的缩小版煎饼 好 对 而且这一个材料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个一般婆婆妈妈家里头 很简单的麵粉啊 蛋啊 那这个金针啊 那其他的配料自己 都可以再斟酌 对 没错 那我先稍微热锅一下 然后我来调麵粉 首先呢 我们今天用中筋麵粉 中筋 对 然后我今天的汤匙比较大 所以我用这样子三大匙 好 三大匙中筋麵粉 三大匙的中筋麵粉 好 好 然后呢 半匙的地瓜粉 好 因为地瓜粉加太多 它会 面皮容易变很软 所以我们不要加那么多 好 然后一颗蛋 全蛋 这个配方就是 三大匙的中筋麵粉 加上半匙的地瓜粉 加一颗全蛋 对 然后我们再加 调一些水 好 对 那如果你想要用两颗蛋 也是可以 但是 你就等比例增加 对 等比例增加 就是等于又替代水就对了 对 好 然后浓稠度呢 基本上越稀 它就会越酥 对 那但是我觉得稀不好做 所以呢 我们就是 差不多浓稠 像 有一点点像那种 勾芡在浓一点点的感觉 好 像现在这样子 像这样子 对 有没有 像这样子的感觉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加一点点的盐巴 让我的那个面皮 有一点点的味道 所以这个是很多婆妈妈 可以学的配方 对 这个也很适合当下午茶 或者早餐 或者点心 好 OK 然后我是 今天是用大汤匙 对 那我们在煎面皮的时候 我是要让它呈现一个 小圆 小圆的状态 所以我就是这样一汤匙 你刚好让它小块小块 一块一汤匙 然后放下去 那锅子一定要记得要够热 对 锅子要够热 然后先加油 所以呢 热锅热油 对 好 但是火也记得不要太大 因为太大容易焦掉 中小火就好 对 可是你这个饼皮 就立刻有一点点 薄薄的塌下去 对 对 好 然后我今天煎四个 好 因为我们的平底锅 可以煎四个 哦 所以那如果我是懒惰鬼 我就直接全倒下 也可以 也可以 也是可以 你也知道煎一大个 反正翻完 对不对 顶锅再分切 切切就好了 剪脚变蛋饼 剪脚变蛋饼 蛋饼也很OK 就变蛋饼了 好 然后我高丽菜 我把它切细丝 然后我先铺在上面 好 这个很适合家里头 有小朋友 对 它就一人吃一两个这样子 没错 然后为什么我把它做成小的 因为小朋友小小的 他就会觉得好可爱 很想吃 真的真的 对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个很适合当早餐 或者下午茶点心 对 没错 好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的红萝卜丝 好 让它颜色比较美 所以上面的配菜 其实可以调整 可以自己调 其实我觉得就是用家里 剩下来的菜就可以了 对 有的时候剩菜 剩一点点的泡菜 我觉得这也OK 也是 也可以 也会非常好吃 好 我们再放一点点的这个高丽菜丝 红萝卜丝 红萝卜丝 然后呢 我们加上我们的金针花 好 对 我们一样把它放在上面 这个是泡过水的 对 泡过水的 那如果你要先过炒一下 因为金针花其实很快熟 对 那如果你想要过炒一下 也是可以 好 也是可以虾仁跟金针花 先过炒一下 对 对 对 都可以 好 感觉你在做小披萨跟小面 对 对 对不对 对 有一点像 所以小朋友如果说那种 比较注意力不集中 可以帮他吃一锅吃点金针 这是很有帮助的 通常糖直化素的是 含有非常多膳食纤维 它还可以降低癌症产生的几率 那再来它还有一个 抗病毒 抗消炎 抗发炎的一个功效 然后再来 放上我们的 家人 好 这个是刚刚事先稍微煎炒过 对 那因为我们没有 我今天就没有要再盖锅盖了 所以我是直接把虾仁煎熟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煎熟 也是可以 对 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饼皮慢慢熟 对 慢慢熟 大概可能熟了五成了 对 没错 然后现在呢 我这边有两个蛋黄 两颗蛋 对 蛋白只有一颗 然后我把它稍微打散 你打了两颗蛋 可是只留了一颗的蛋白 对 那为什么让蛋黄比较浓稠 对 目的是我想要待会淋上去的时候 让这些食材黏在一起 然后它的颜色也会比较漂亮 因为蛋黄的颜色会变黄 对 对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这里是两颗蛋黄 对 两颗蛋黄 有道理 这样的黏着度会比较高 对 然后又有蛋的蛋香 对 现在看起来很精致 所以你现在丢下来 让它这个淋下来 比较浓稠的 它是蛋黄比重比较高的蛋液 对 比重会比较高 然后它又可以帮芋芋变成黏着剂 对 它熟了之后 颜色就会变比较金黄色 这很像很多人做面包 我们最后要刷一点蛋液这样 对 最后你每一角会特别漂亮 我感觉它是在用不沾锅做面包 对 只是它的面皮是那一个薄的煎饼 对 然后上面的馅料也跟做面包的逻辑是类似的 对 有一点类似 那剩下来的蛋液 不要浪费可以拿来炒饭 好 真的 那我们今天要同时请教一下树青 金针花它富含的颜色非常的colorful 听说它也可以预防乳癌 是 我们刚才讲说金针花 其实第一个它的抗氧化物浓度很高 就是多分类 第二部分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 它有β胡萝卜素 以及刚才我提到 其实它的维他命C含量不低 还有维他命E 所以这种种的组合使得 它就是可以抗氧化之外 它们发现它也有一些调节荷尔蒙的作用 另外它里面富含的多糖体 它们发现可以抑制一些 就是调节这个杀手细胞的活性 让它去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所以简而言之 把它两句话加起来你就会发现 它可能是女性 如果你想要用日常生活饮食 来减少乳癌的发生 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 因为台湾很多女性的乳癌 其实跟雌激素有关 它可能是靠这些雌激素喂养长大的 所以金针花可以帮你调节这些雌激素 然后它同时又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成长 所以它同时双管齐下 可能可以让你说乳癌的发生率可以降低 我要注意的是 我们希望大家能吃的是 年冠手上的这种干燥的金针花 就是经过蒸煮过 经过晒过的 而不是绿色的那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其实柯柯有在讲 她说绿色的金针花 有人吃了会拉肚子 中医说它比较寒 对不对 西医发现它为什么寒 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 秋水仙碱 秋水仙素 那秋水仙素在这个绿色的金针花上面有 不论是它的金啊什么 你都找得到 那结果呢 你会去发现 你去一些海产店或山产店 它就绿绿的稍微过游 就给你吃了 之前有人吃了之后 就开始拉肚子不舒服 整个人甚至有人吃太多还休克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秋水仙碱 经过你的肚子消化吸收之后 变成氧化二秋水仙碱 这就是有毒性的 所以如果你要吃绿色的要记得 它必须 第一个可能要泡水很久 甚至先过水汆烫 把这些东西煮掉 不然你还是吃那个熟的 就是已经晒干了 好 那同一时间我们亚兰 把四个煎饼都另外翻面 对 稍微过煎一下 煎出这个有料的这一面 对 因为刚刚我们有加了蛋黄 对 所以蛋黄会把所有的食材凝结在一起 现在好香 而且像在煎蛋的蛋香 对 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之后 我们要让下面的饼皮变酥脆 对不对 那我们趁现在锅子热的时候 我们把起司 小朋友最爱的起司 放上去 然后它预热 它就会融化了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是在用不沾锅做面包 对 这是不是很像小面包 做披萨 做小朋友最爱的披萨 好 那我们放这个起司的同时 请教一下这个穷月 刚刚讲金针跟洛神都非常的漂亮 对 那以洛神来讲 这么漂亮的紫色 一定富含这个非常丰富的植化素 跟化金素 对 因为其实像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什么 就是植化素 因为植化素就是我们一般知道就是颜色非常的丰富 就是像红橙黄绿蓝电子之类的颜色 那其实这个原本在植物上面来讲的话 它其实原本是要 第一个是要先保护自己 就是可能预防一些虫啊 或者是一些天然的其他的伤害来保护自己 所衍生出来的天然色素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要鲜艳一点 然后让这一些昆虫可以帮他们繁衍后代 那其实像植化素在我们人体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那跟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植化素在我们人体里面呢 其实它就含有非常好的抗氧化能力 那这个抗氧化能力它有什么功能 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抓自由基 那抓出自由基之后 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 或者是一些老化现象就会改善 而且通常含植化素的是含有非常多膳食纤维 它还可以降低癌症产生的几率 那再来它还有一个抗病毒 抗消炎抗发炎的一个功效 所以还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些荷尔蒙啊 调节我们一些细胞的代谢 所以对人体来讲的话 其实就很像穿上一个防护罩一样 了解 可以把护身体 那同一时间我们的起司煎饼 融化了 对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另外一面 是有一点点像一下子的感觉 对 就是这样子 像烙饼那样子 对对对 有一点像这样子 那个尺寸很像那个扇贝有没有 对对对 扇贝烧那个 假装是扇贝 假装是扇贝 我还觉得蛮像荷包蛋的 好 比较像扇贝 比较像扇贝 夜市有卖个扇贝烧有没有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做完帮多少家庭主妇 不是犯一个骗小孩的扇贝烧 真的 超可爱的 然后还要摆成这样 对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撒上我们的那个 葱花 摆盘是很重要的 对 这是我的那个厨艺哲学 好 真的 再怎么不好吃 我们的摆盘就是要漂亮 不会 我现在理解 这很可口 这看起来小朋友一人一块 应该会吃得很开心 所以那个省钱大作战 就是要把它摆得漂亮 真的 便宜的食材都变高级 没错 现在在家冲是一样像扇贝 对对对 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淋上一点点的 巴萨明哥醋 对 然后这个呢 就是要这样子咯 好 巴萨明哥醋 刚好也可以提一点点味 对 没错 不愧是有执照的 那我们来说一句 上菜 亚兰这个金针花煎饼 很好吃 是特别 很特别好吃 然后这个馅料 融合起司跟蛋很香 难怪这个是小朋友喜欢的口味 小朋友一定会很爱 对 所以下次我们就 先不要让小朋友看到 做好以后跟她说 这个扇贝烧 她应该很香 可是洪医师亚兰 这一个小煎饼 其实营养素很多元丰富 对 其实我们正在讲说 其实亚兰很聪明 她把一些 可能是已经快削不完的 那些青菜 红萝卜什么 反正就把它弄在里面 最聪明是把那个起司压上去 对 起司压上去 不管里面是什么东西 小朋友都忘了 就不让起司 对 我觉得你也推销 让小朋友吃到红萝卜 吃到高丽菜 又吃到金针 金针花 真的是太聪明了 那它味道真的很棒 我本来一开始 我以为应该是口感 应该像披萨一样 可是它比较软 它整个个 那这个蛮好入喉的 那营养部分呢 我们一直在讲说 金针这个东西 事实上很适合 小朋友它又叫做 建脑菜 那为什么叫做建脑菜 它后来发现 其实金针里面 有一个叫软磷子的东西 软磷子对一些小朋友 如果说那种 不要注意力不集中 一会儿看这个 一会儿忙那个 可以让他多吃一点金针 这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我们跟那个 我们讲 维生素的B1 B2 这一类的事实上 对我们 我们家说很多人 那B群不够的时候 其实当然会比较容易疲劳 比较没精神 所以B群事实上 里面的金针里面 那个B群也很丰富 而且对现代人来讲 这个现代人饮食当中 补充一点金针花 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对啊 因为其实像我们 现在人的饮食 就是因为太丰盛了 所以其实蛋白质 无形当中 我们都会摄取过量 所以其实在这边 很建议大家 因为其实像金针菜 它的一个蛋白质 还能是相较于其他蔬菜 它是比较高的 一般我们对蔬菜认知 它就是膳食纤维 那其实金针菜 它每100克里面 它有2.4公克的蛋白质 所以会建议大家 就是现在的饮食太丰盛 所以会建议 一天大概有一餐 可以去做个取代 你也不用担心说 我没有吃到蛋白质 就是你可以用 轻食的一个方式 去把它做一个取代 你有吃到蛋白质 又吃到大量的膳食纤维 所以这样对我们 现在来讲 对我们身体的保健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好 那接下来 柯老大也要分享 一个非常推荐大家 这个季节吃的叫做 忘忧鸡丁的健康好料理 对 忘忧鸡丁是我取的 真的 因为这是一道江浙菜 吃了就忘忧了 没有 吃了就没有烦恼 江浙菜 对 这是一个江浙菜 而且这个料理的选择食材 也很简单 就是鸡丁 那川耳 然后金针 这三个主要食材 其他就是一些调味 跟配料 香料 因为我后来有改一些 就是原先它是用木耳 切丝 又要配合金针 那后来我认为川耳好吃 我就把它改为川耳 然后你就是记得就是 先把鸡肉先下去炒 好 我们先热了一个锅子 炒锅 然后科老大放了一点油 那现在要炒的是鸡丁 先把鸡肉香放下来炒 其实这道菜等一下 最好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金针木耳跟姜丝 像台湾人很多的金针 比如说你买回来 它会打个结 对 以前我们喝鸡糖 都是打结的 它打个结的目的 第一个是增加它的口感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怕那个花蕊跑出来 颜色不会来 不漂亮 所以它绑这个结 所以你在外面吃什么 金针鸡汤 金针排骨 对 是这样 尤其是要炖很久的 可是浙江人都不打结 直接用 所以就把它一丝一丝这样子吃 对 没有错 好 这个稍微让它稍微轻一下 不管是我们的金针 我们小黄瓜 冬瓜 事实上它所有的矿物质 全部都有 盖米甲三个合在一起 它排水效果会特好 这个真的是个 减肥肠 真的 那其实洛神花经过研究之后 它也是可以很好保护 泉尿道感染的一个食物 大概有五成以上的人 一个月就有改善 就是让它表面有一点 恰恰 恰恰这样 然后这时候放葱白 葱白一样切断 对 对 葱白 葱白先进来一起跟它抱 然後這時候我們把金針放進來 這個是我泡了半個小時的金針 因為節目要錄的時候才泡的 那請問一下泡要不要 比如說把水弄掉再泡第二次 我洗兩次了 所以你其實是節目錄以前 泡了洗了換水這樣 有換過兩次水 換過兩次水 那我們家這個金針的量會非常多 難怪叫忘憂幾頂 真的 因為煩惱太多 那個太太太多才會煩惱 這屬實 再來也是一大碗的川耳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是個減肥材 真的 好 我們看到大家現在放進的是 一大碗的川耳 所以你今天用的是大型的炒鍋 因為先炒香雞丁 那接著順序是這個泡過的金針 然後再來是一大碗的川耳 對 然後這裡 因為川耳跟金針都很容易熟 對 所以我們要先調味 然後薑跟蔥後放 還有辣椒 辣椒是我自己加的 因為愛吃辣 所以後放 因為薑這個菜不辣 跟台灣菜一樣不辣 一大碗的烏醋 烏醋 先放烏醋 對 好 就跟剛剛亞蘭一樣 就是利用這個釀造的酸來帶金針的甜 把一大碗的烏醋加進來 好 所以先放的是烏醋 對 那台灣的烏醋會鹹 對 跟大陸鎮薑醋不一樣 大陸鎮薑醋就是一個酸而已 它不會鹹 所以你如果加了醋的話 是台灣的烏醋的話 你的鹽分放的量就要減低 對 你可以放鹽巴也可以放醬油 好 我這邊是放醬油 我讓它這個雞肉顏色不要那麼死白 所以我放醬油 然後放一些糖 好 薑蔗菜都會放一點糖 酸酸鹹鹹甜甜的 這是薑蔗菜的一個特點 特色 好 香酒 可以放紹興 是 可以放米酒 紹興放下去 那個雞肉的濃郁的香氣會更重 放米酒的話 清香氣比較重 好 所以放一點酒 好 放一點點的米酒 然後呢 就把它蓋子蓋起來 燜多少時間 就三分鐘就好 讓它全部都入味進去 好 我們蓋上鍋蓋燜它 請教一下洪醫師 剛剛這個客老大 炫料說這個菜是減肥菜 那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邏輯 是川耳高鮮 然後也是減肥 那金針花聽說對消水腫 真的有幫助 其實要減肥最快就幫它消水腫 還要1000cc的水 就是1公斤 那你很多以前 那什麼雞尾酒療法就會弄個利尿劑給你 然後排掉 哇 我一天就可以消個2公斤 它就很快 為什麼有那麼多水 是女孩子 身體裡面那個水 其實都蠻多的 那所以那個叫非特異型水腫 又叫生理性水 尤其在那個女孩子那個生理期前後 那個腫的會很厲害 尤其到下午傍晚之後 每個人按一下腳都腫腫脹脹脹 有時候鞋子都會變緊 那很多醫師像我們看到 他確定不是什麼蛋白尿什麼肝臟 心臟衰我們就會建議他吃一點點可以排水的食物 像什麼小黃瓜綠豆金針 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上 常聽這個節目就知道 鉀離子可以排掉一些鈉離子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 單純靠鉀效果會比較不好 你還可以 其實還需要鈣跟鎂 鈣鎂甲三個合在一起 它排水的效果會特好 可是所以我們講說 你如果只是單純吃鉀片什麼的 那個效果不好 可是我們的所有的食材我剛剛講不管是綠豆 不管是我們的金針 我們小黃瓜 冬瓜 事實上它所有的礦物質全部都有 所以鈣鎂甲必須同時吃 它的排水效果就好 排水一排你就重了一公斤 就減輕了一公斤 那對現代人來講有一些人吃的太鹹的 那一不小心就高鈉 或者容易水腫的 其實金針就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好 那老大我們這一鍋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也開始傳出香味了 對 我跟你講我打開你就聞到 那個香味跟剛剛醋香是不一樣的 剛剛是醋香了 好香喔 這時候金針的味道也進去了 對 不一樣的味道了 然後稍微給它拌一拌 稍微給它拌一拌 然後呢 我剛剛講重點就是 我跟你講等一下你會要 一定要吃很多香絲 因為薑絲非常的棒 你看我放了很多很多薑絲 它真的很愛放薑 像它上次炒飯 薑都把它切碎 切碎小碩薑末 切一碗進去 嫩薑吧 沒有沒有 老薑現在哪有嫩薑 好 然後現在蔥段 這個一碗下去 對 然後辣椒點綴用 放上面就好了 那一樣把它攪拌一下 對 讓這些薑絲跟蔥去吸這些的味道 我現在可以感覺它的好吃 真的 真的 起鍋以前淋一點芝麻香油進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囉 哇 柯老大的旺柔雞丁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金針 薑絲跟木耳都好吃 對 而且它酸酸的感覺好下飯 沒錯 你知道嗎 它這道菜真的很神奇 如果你單吃這個薑的時候 你會誤以為想說 現在是在吃薑絲大腸嗎 可是它也沒那麼嗆 可是它薑絲就有那樣的香味 然後如果你吃到它的金針花的時候 它的金針花非常的爽脆 然後味道很夠 但是完全沒有金針 大家不喜歡的那個味道 然後它的感覺 它的角色比較像拉麵裡面的竹筍片 那個桂竹筍 因為它保持了本身的口感 可是它的味道 其實它慢慢漸漸吸收了這些其他的湯汁 所以它本身是鮮甜 然後沒有金針味 然後非常的脆 它很像它這種 嚼起來那個口感 已經就像我打了一個結那種口感 雖然它只沒有打結 然後雞肉非常的嫩 然後川耳又是另外一種脆 因為它比較薄的脆 它不像我們金針那麼 比較有一個韌性的脆 對 整個吃起來就是又有腳感 然後甜味 酸味 跟著整個香氣融合一體 非常好吃 真的 而且洪醫師 金針也富含這個葉黃素 對於現代人來講 要顧眼睛也很好 對 我們現在人 事實上 大家因為3C產品 實在太多 以前我們都禁止小朋友看電視 現在看電視已經很好了 但現在電視至少還比較大 大家盯著小小的手機iPad 那我在想說怎麼保護眼睛 葉黃素很重要 那葉黃素事實上 在我們的視網膜裡面 它是一個類胡蘿蔔素 而且在我們的眼底裡面 那個濃度很高 它可以抗藍光之外 它可以保護 讓我們的視覺 變得一個更銳利 更清楚 就是說我們的視覺 會變成高清或說普清 就是跟葉黃素息息相關 還有一些玉米黃素 我們想說類胡蘿蔔素那麼種 但是就是葉黃素跟那個玉米黃素 特別會在裡面 特別容易在裡面 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作用 抗藍光 那所以這些小朋友 如果說我們講 現在小朋友實在 讀書也要耗眼力 然後玩遊戲也要耗眼力 所以事實上要多補充一些 那個金針這一類的 好 那除了金針之外 事實上很多的一些綠葉蔬菜 南瓜 玉米 都有很好的這些葉黃素 好 那接下來 民友大哥也要分享 這個季節剛剛推薦大家 我們現場 剛剛試吃非常好吃的 洛神花蜜餡 對 那首先我們 剛剛也講 教大家這樣子打開對不對 對 把它這樣去紙 對 那你太多了 就把它曬乾 慢慢吃 那更多的你就這樣 把它這樣子洗乾淨對不對 直接把它剝碎 剝碎之後 像我都會加一小匙的鹽巴 現在這裡就可以加了 對 這個時候抓一點點 不用太多 洗乾淨 剝碎 加一小匙的鹽巴 然後就可以開始來做 這個洛神花蜜餡 就是你把它這樣子 稍微把它拌拌拌拌拌 這個目的是稍微有點軟化 讓它有點出水而已 還有平衡一下味道 那要放多久嗎 這樣子 這樣子還沒有 這樣子一拌一拌之後 你馬上就可以裝罐 就是用糖 我們用這個砂糖 直接把它拌進去 把它抓勻抓勻之後 但這個甜度就看你個人了 你喜歡甜一點 糖當然多一點 那如果要健康一點 就比較不要那麼多甜 那不要那麼多糖 一定要放冷藏 像我們這樣做好 裝到玻璃罐 像你這樣裝到玻璃罐對不對 你就一定要放冷藏 不可以放常溫 因為它會發酵喔 如果你的那個水分還是很多 它就會發酵 所以放冷藏之後 大概我建議大家三天 來吃會比較像這樣入味 就這麼簡單啊 就這麼簡單 對 所以這個也不用煮啊 都不用煮 對 都不用 所以洛神花蜜餡比果醬 跟那個脆梅什麼梅 哇 方便太多了 連煮都不用煮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示範 對 用虛心就會 吃什麼 下次我就示範這一道廟 而且剛才講的 你看這個洛神花越吃 做人越少 越少啊 對啊 潑水力又好啊 現在冬天可以泡熱水 對 變茶喝 真的 很棒 對 你這樣講完 明天洛神花蜜在傳統市場 要大賣熱花 這麼簡單 因為今年剛好比較晚出 好 那迷泳大哥今天要分享 洛神花也可以做簡單的酸辣醬 對 我今天做一個 也是拿新鮮的這個洛神花來做 對 那我就用現在這個 其實把它這樣捏碎 你就把它稍微捏碎 我就要做醬 所以不要那麼大顆 因為我不是說蜜餞 所以我要稍微更碎一點 真的好脆喔 對 很脆 非常非常脆 對 而且很紅 你看一捏手就紅了 真的 好 那我們就大概這樣子 五 六顆 大顆的 那首先我們準備一碗這個醋 好 這個是什麼醋 這個是蘋果醋或糙米醋 或白醋都可以 那我們就大概用一大碗的量 醋有酸味喔 對 那就開大火給它滾 那接著我們就加這個糖 一般如果你要酸 甜辣醬 大概是可以1比1啦 那現在很健康 你不要那麼甜 大概80%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可以放的甜度是 醋的80% 對 對 所以如果放一碗的醋 可能放八成的鹽 或者糖 好 那糖醋之後 下面菜來煮這個洛神花 對 我們接著下來 因為我們要有一點辣 對 酸辣 我們就加一點點這個辣椒 辣椒 糖醋加辣椒 這一個辣椒自己可以調整跟蒸醋 對 這個就蒸醋 對 那其實這個是給它一直熬 等一下滾了 我們再來加這個洛神花 好 那我們加一點點蒜末 好 現在再放的是蒜末 所以現在是糖醋加辣椒加蒜末 對 可是呢 我們的爐火稍微再加熱這個蘋果鍋 然後呢 讓它這個煮醬跟壽司 先讓它統一整合融合入味 滾起來之後我們再把洛神放下去 那最後我要提味一下 我會用大概一顆一兩 一顆左右擠出來的檸檬汁 那這個不要煮 這個等於我們煮好最後再放進去 它的味道會比較 那個酸會更自然更好喝 就不只醋酸 也會有檸檬酸 對 好 那美容大哥這一個酸辣醬 烹煮它烹調的同時 就可以來做這個酸辣醬的海鮮嘛 對 我們來可以做一個對 這個所謂的有點像糖醋海鮮 酸辣海鮮的口感 那當然也可以肉類也可以 那我們首先用一點鍋加一點油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那個酸辣醬 就是可以來料理料理的 對 那等一下同時我們煮好就可以料理 那甚至我們放涼之後 像我就會一樣裝玻璃罐 放在冰箱 尤其吃海鮮特別適合當沾醬 所以這個酸辣醬也可以當醬料做 沒錯 沒錯 然後做完之後 可能可以吃個三五天之類的 對 好 那我們就接著把這個蝦 把它放進來 好 我們現在熱了一個鍋子 那這個美容大哥放一點油 油稍微煎炒一下我們的海鮮 我們的蝦子 對 那因為我的等一下那個醬裡面 已經有那個大蒜 所以我就不要再加蒜果了 對 因為它本來就會有味道 那我們就一半把它這個一顆 洋蔥 洋蔥 好 所以現在拌炒的是海鮮跟洋蔥 對 好 那拌炒海鮮跟洋蔥之外 另外今天搭配的還有這個花枝 對 那還有一點菇 那也有番茄 花椰菜跟玉米筍 好 這個我們都可以先把它稍微炒一下 欸 所以這個時候海鮮也可以一起下來炒 都可以先一起炒 對 其實我們就已經滾了 好香喔 它那個酸辣香 炒得出來了 現在這個真的像 現在像東南亞的那種酸辣 泰式料理 現在的酸辣的嗆香像那種泰式料理的 沒錯 它剛剛那個煙香嗆出來是辣 我都吸到都嗆到 好 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洛神 把它放下去 再給它稍微小滾一下 你這一個酸辣醬 我覺得是比較比泰國酸辣醬 對 再給它滾 然後我們同時拌炒一下我們這一鍋 我們的海鮮跟洋蔥也炒得很像 這也可以稍微給它燜一下 稍微給它燜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把其他的食材 這個比較慢熟的都放進來 好 玉米筍也可以下去 對 一點番茄 那這個一點番茄 那這個菇跟花椰菜都可以下去 對 等一下燜熟 我們剛好醬也差不多時間 對 喔 目前為止我們沒有什麼湯湯水水 對 目前為止出的水 大概就是海鮮的水 沒錯 好 花椰菜 好 這樣我們這邊先把它蓋鍋一下 好 來 我們先這個稍微把我們的食材 放均勻之後先蓋上鍋蓋 好 這邊稍微給它滾一下 我們關心一下我們的醬料 我們的醬料現在開始越來越濃稠 越來越紅了 而且這個紅 我已經快醃漬紅了 對 而且它好像很快就有那個濃稠感 對 因為花青素跟洛神真的很淺 對 洛神這種紅 有的時候不小心沾到衣服什麼的 都很耐心的 洗不起來 那表示它的植化素超強 快要跟蘋果外鍋一樣 真的 真的 怎樣 花樣師如何 快要嗆到的感覺 你如果看畫面很難想像它是什麼味道 因為你都以為是 那是洛神果醬嗎 對 因為它長得真的太像果醬了 很像果醬 我們稍微一點點鹽巴 等一下稍微一點點鹽巴 不是 我覺得它應該是酸辣味 這個很夠味 因為它有酸跟有辣椒跟這個蒜頭 很夠味 沒錯 可以一小半尺的鹽巴 酸辣 酸辣 對 酸辣 又酸又辣 因為它有洛神 因為它有洛神 然後它其實還有一點糖 對 而且它有加一點大蒜 對 所以你會發現它就越煮 你看就越稠了 對 這個稠度就會慢慢煮 它不是花茶 它是酸辣 它是酸辣 這樣好錯亂喔 太甜真的好錯亂 好香花茶 這不是洛神花茶 我們不是拿來喝的 你們自己說有一些莓果花茶 煮起來是不是 就長這樣 真的 而且女生看到這種顏色 就感覺超補鹹的 喝大水 好想泡 如果你把它放在冰箱 不小心就會拿去泡茶 真的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看我們這邊的海鮮 我做這個醬 我發現特別適合海鮮 它的口感跟海鮮搭配得特別好吃 我們來看我們的海鮮 好 其實這個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把它拌一下 然後這個海鮮 因為是鑄鐵鍋 有一點點像無水料理的做法 對 所以你下面的海鮮 你會出點水 對 而且它是顏色 然後食材也會出點水 對 而且顏色很新的 所以你有點讓它在裡頭 循環 燜熟 煮熟 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醬 把它裝進去 那以我們今天這樣一鍋的配方 通常這樣醬料要加多少 其實一般我會建議大概兩到三大匙 好 所以變成你自己斟酌 那甚至 因為我這樣熬好的醬 其實這個 落成花都是暖暖的對吧 對 其實你可以搭配一些新鮮的 最後拌進去它是脆脆的 這樣 口感就會有層次 就會有層次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美容大哥的酸辣海鮮 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這道菜好有女人味 真的嗎 就是很適合女生的感覺 你說它很東南亞 我覺得倒沒有那麼東南亞的感覺 可是它酸酸甜甜的很開胃 就有一點點 真的像果汁那樣子的 進入菜的感覺 是很香的 一般來講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落神花 剛剛我知道大家有印象 剛剛那個明勇有教大家吐那個籽 其實落神花在中醫的用途 不是只有這個花餓的部分 餓片的部分 大家當然已經知道了 比如包括現在認為對血壓有幫助 或者女生解渴 或者甚至止咳 可是在中間那個種子 他們會用來包括什麼 傾瀉劑 利尿 也是有作用 對 那我要喊籽癡 所以你會發現 它籽跟它身體的花餓 是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趕快吞下去 喔 煎得好 可是 不不不不 還沒洗了 因為它有一層毛 對 你要洗你 中醫 中醫用的 不是叫你直接吃 所以全身其實都是飽 但是中醫怎麼用 那我們民眾可以用 就是這個花餓的部分 大家可以好好利用 真的 可是洪醫師 沒有大哥示範的是 非常適合現代人的 一個料理的手法 對 這個味道還蠻顛覆 我既有的印象的 我們現在想說 其實我們在講吃 其實會吃一些東南亞的 一些海鮮料理 會加一些酸酸甜 可是這個甜味比較多 比較像一些水果的一些鮮甜 對 那這個 我是覺得小孩子 女孩子都會非常喜歡這道料理 它的酸甜 我想來自於那些蘋果酸 那蘋果酸 我們在想說 其實洛神花的蘋果酸 我們現在事實上 很多酸性的這一類食物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變成一個鹼性的食物 很多靠這些東西 我們講喝醋 吃檸檬酸等去養生 像蘋果酸 它事實上不只是入味 它對我們身體 其實我們吃很多油鹽糖 會代謝成一些酸性物質 它做一些中和 其實對我們 其實又開胃 又可以平衡我們的酸鹼質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瓊月 這一次民友大哥示範的料理 不只是適合女生的口味 健康上也真的是 可以照顧到女生 對 那其實我們一般知道 就是吃蔓越莓 可以保養你的泌尿道 那其實洛神花 經過研究之後 它也是可以很好保護 泌尿道感染的一個食物 因為像在法國 它就有做一個研究 它就把一年 因為大家知道 那種泌尿道感染 都是會反覆嘛 它就找了一群人 然後就是一年裡面 有八次以上的女性 來做一個研究 那他們給它就是這種 洛神花二的萃取物 然後給他們就是半年的時間 再找回來這樣子去檢查的話 他們有77%的人都有改善 那這是國外做嘛 那其實像我自己在醫院啊 我自己也有用這個東西給我們 像醫院都有附設一些護理之家 那護理之家一些老人 有些都是擦倒尿管的 那我那時候就有 我那時候是測 就是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給他們煮那個 洛神花茶不加糖 然後大概就是每天給他們 360CC到500CC 然後有些是管罐的 那有些是可以自己喝的 其實這樣一個月的時間啊 他們那個尿液裡面的那些細菌 都會降低 大概有五成以上的人 一個月就有改善了 所以這對某一些病人也會改善 對 所以這是很好的一個 就是改善病要的方式 那最後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丁 是 到了這個季節 接下來就準備要過年了 消息會都會針對市售的一些乾貨做一些化驗 他發現二氧化硫含量很多 尤其在一些金針 白燒 當歸這一類最多 那其實我們講二氧化硫 是我們可以食品添加物裡面 事實上是可以合法添加的 它大概就是濃度不要超過每公斤4公克 那如果說我們要再選擇部分 怎麼去避免掉這二氧化硫 我們吃多的事實上 它還是會從小便排出 但是會造成我們一些噁心嘔吐 有一些比較嚴重會產生一些 過敏性休克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有幾個方法 一個不要選擇那種顏色太鮮豔的 太嗆鼻的就不要 太 這是刺激品 那種不完整的也不要選擇 那還有一個可以認它的標章 它現在有做那種叫做安全健康的金針 它的濃度會比較低一些些 那真的是搞不清楚的話 大家就做一些後製的處理 泡在45度C的水 你大概泡20分鐘 那大概兩次到三次 大概九成都可以移除掉 假設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乾脆就把它煮沸 煮沸大概三分鐘之後 二氧化硫也可以大概移除掉 大概九成左右 那這幾個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減少 這些二氧化硫的一些破壞 好 謝謝洪醫師的丁玲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金針跟洛神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迫在棉代Match台 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